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都是写部落里面的事情 其实第一张专辑多半音乐创作人的第一张都是自己的压箱堡 都是自己最很早期很多就是一直累积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第一张的作品事实上有的甚至我更早创作的 因为我十几岁就离开部落 然后一直在台北这边工作 找到的是花莲的阿美族 对 我是花莲的阿美族 那就是偶尔的一个节日才会回家 平常几乎有三分钟的时间都在北部 都在台北工作大批 对 没错 所以就有一次就是因为工作就是太过疲乏 就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乐趣 就觉得想回家 然后回到家了以后呢 就看到就是现在专辑的那个封面 日出 这个 我坐在海上 那个是一个大的轮胎啊 那个卡车的轮胎 然后那包的沙网里面是渔网 渡方渔网 对 所以就很快乐 就是回到我那个童年的那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家乡 一个感觉 之后 认识了我太太 对 我太太就觉得 欸 你好像会弹成她 我说对啊 欸 你会不会有创作 我说有啊 早就有了 她说错屁 怎么可能 我说有 早就有了 对 就唱给她听 对 就第一首就 就我太太就爱上我了 第一首是什么 对 这个 对 谢谢 这个没有爱上还蛮难的 主神歌 啊 你这么会 那你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等等等 我说 嗯 好吧 那就 然后在花蕾也就 开始就是捕鱼嘛 反正就让自己放纵 享受一下就是 这二十几年 没有享受到的一个 就是家乡部落的那种 回到部落的那种 海洋的感觉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大肆的放肆 好晚上到夜店当鼓手 嗯 嗯 然后就 我跟太太认识了 太太就鼓励我 对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太太 鼓励我去创 就是把创作 就是把它就是整理起来 嗯 然后我这个人还蛮好Q的 对 对 对 他说对对对对 鼓励一下你就 对 OK 可以做 就对 就写写写 然后当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刚好发现我 我妈妈病危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要去做 重建手术 它的一个髋关节 就是手术成功了 但是 发现了另外一个 最大的一个 一个致命的一个感染 就是 癌 那个肝癌 嗯 对 刚好那个时候就是 也比赛的那个阶段 要送建的阶段 一个音乐比赛 对 然后我妈妈 我就把demo 就给我妈妈听到 就是病床上 她说 妈 我要写歌 而且写阿美族的 那 你要替我加油 什么 你要加油之类的 我跟我说妈妈聊 妈妈说 你真的要唱歌吗 我说对啊 她有担心你 对 不想要你走这一行吗 对 我不知道她的担心是什么 她就接下来就说 你确定真的要唱歌 我说对 她说不好啦 不要啦 我说为什么 她说 你唱歌不好听 嘿嘿嘿 就是 妈妈的幽默感 嘿 然后之后就 就讲我说 没有啊 就是我喜欢音乐 那我就想 用母语去记录一些生活 然后 想想 我们的母语好像也是 慢慢的面临自然淘汰 好像到我这个年纪的 好像后面就不会讲 对 我想说刚好做这件事情 嗯 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 用音乐来做记录跟 那个日记啊 对 所以 我妈妈最后就 答应了 她说 好啦 那你记得不要乱做喔 那你好好唱喔 那音乐不能就是跟她 这样子乱七八糟 要做最好的 对对 她说你就好好做 但是喔 你最好是找很多人跟你一起唱 我说 欸为什么 她说 这样就听不到你的声音啦 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阶段 因为我妈妈已经要 就要走 她就是 她另外的一种鼓励 就是一种 这样的一个鼓励 所以她也影响了我 我对人生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 虽然是很悲情 但是我 未必一定要让她这么悲情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 之后的创作都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像我妈妈她已经 她知道要走啦 嗯 但是她没有说 把那种悲情跟那种愤怒跟埋怨 加注在我们身上 嗯 把她的痛苦再加注到我们身上 嗯 所以她用这样的 很轻松的方式带过 就是很棒 你也帮妈妈写了一首歌 对 五月百合花 对 那是你对妈妈的记忆 对 因为在五月到六月的时候 是我们台湾野百合 生开的时候 嗯 然后一直到暑假 对 对 放暑假那时候 就刚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那个季节 对 那五月最早一批会出来 嗯 对 那以前我们都开坑山坡地嘛 有那个 就是除过草以后呢 那个百合花很会长在那里 平坦的地方 对 野百合 然后妈妈就很 很小心翼翼的 就把那些野百合呢 就是 就是不去除到它就对了 就不要去破坏到 然后叫我们去采 嗯 踩了然后呢 就一束一束的 嗯 然后就做了一块半的公车 到花莲市市场 哦 然后就卖白盒花 白盒花 然后还流鼻涕 然后没穿鞋子 那时候还小时候 对 然后嘴巴小时候就很甜 嗯 然后就看到那 哎呀你怎么那么漂亮啊 这个花跟你在一起很配哦 那一束多少 五块 来给你十块 嗯 对 就是 从小就必须就要就是 智力更生去 去赚一些这样的生活费 嗯 那 每到那个季节的时候 就会想到 刚好我妈妈也是在五月去世的 嗯 所以就 就会把这个东西都联想在一起 是 对 五月百合花 到目前为止这首歌我都不敢唱 嗯 对 我们要买专辑 对对对 我只要唱下去就我唱不完 嗯 对我就是还就是会非常失念 就是那个 那个没办法唱下去的一首歌 所以只能放在专辑里面 就算录音的时候 然后也录 录了快受不了 很难录下去 情感太浓了 对 你你盖好了也就算 但问题是说 没有该好还造成了这个前海生态 嗯 全部的生态全部被破坏掉了 本来一个很棒的地方 变成就是 一点价值都没有 这个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嗯 对啊 就算我离开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 我希望我看到的家乡 我的部落 山跟海都是干净的 附生人 也附近中 你学会回到封tit城 等于我们的竞技师 为了带上一个下载 你也会有的 伤害人 这是 竞生是 阻撓这三张专辑的制作人 当初你们怎么发现 阻撓的 阻撓应该是从 当初海洋音乐祭 海洋音乐祭 它那时候报名 比赛 然后 后来又有参加原创舞 圆创 对 然后也得奖 台湾原唱流行音乐大赛 那其实我们倒不是说真的要找得不得奖的歌手 因为我觉得角头很有趣就是 我们希望找一些歌手是有故事的 对 她的人生 她的背景是很多事情 她不只是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做音乐那种 所以我们跟她合作的时候 我们甚至理解到你从小的时候的过程 这样成长过程过来 那你的专辑里面记录了你很多人生的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些歌事实上就是跟着你整个成长这样过来 所以从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甚至从第二章晚以后早到结婚当了爸爸 哇 人生又不一样 对 然后到第三章 她事实上 其实我要观察她的文字细节变温暖 她在看待这件事情也不像年轻人那么的肩膀 看到什么事情那么的不满 很多人不满都内化 那她透过音乐来告诉你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她心里其实还是有在乎那些事情 我觉得一个歌手就难能可归是在于 她可以把看待很多事情以后 用最温柔的方式这样的理解 可是刚刚找到其实讲到一件事情 我还蛮想继续听下去 你刚刚说那个花莲那边的海边 盖了一半的防波级吗 未完工的渔港 未完工的渔港 所以她其实你也把它写进歌里面 那个渔港发生什么事 事实上那个部分就是建那个渔港 其实我没有太多太多的一个资讯可以取得 也了解 但是因为我长年都在北部 那之后说要盖那个 不知道是何时就是被同意去盖那个的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个地方根本不能盖渔港 怎么说呢 因为它是一个海流很强烈的地方 它是被流的地方 它不适合渔船进出 不适合 非常不适合 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海湾 没有天然的一个 就是海港的一个条件 所以它盖出去遇到台风 一年两年盖不下去 没办法一直被打掉 大自然就是不要让你盖 对 这边就是不是 是 对 所以说那个地方就整个就是它 主角了就是 北向南的海流 所以呢它整个海沙全部预计在北面 那南面就是被它就是 掏空 挡到的地方 他们就会说 因为这样海浪会掏空陆地 藉由这个迷移它就是怎么样 又开始就放了很多的 几万 几万颗的什么小波块 谁说的 你不盖这个渔港 那时候我们也没事啊 对 可是最重要是 你盖好了也就算了 但问题是说没有盖好 还造成了这个前海生态 全部的生态全部被破坏掉了 本来一个很棒的地方变成就是 一点价值都没有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对啊 就算我离开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希望我看到的家乡 我的部落山跟海都是干净的 其实上海里有一首歌好特别 嗯 它有四个语言 对 打从娘胎听到的四种语言 对 错 第一个嘛 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听了就是我的母语 母语 出生以后 当然也是我最常讲的语言嘛 第二个就是中文的嘛 不 日文 日文第二种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妈妈叔叔伯伯他们都是讲日文 哦 对对 难道过来 韩语哦 韩语啊 这是韩语言天分 对 韩语哦 那个是韩语吧 这个是韩语 对 茶来喽 不是 不是啦 在这边 日文我真的会讲啦 对 所以是第二个嘛 第三个就是中文我们讲的 第四个就是上学了就会念到的 英文 对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 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 我刚来台北的时候 就是那种公寓 四楼的公寓 我们住在四楼 对面住的就 因为我们在乡下就很习惯嘛 就是 门打开就是这个邻居啊 打招呼啊 对 就打招呼 你好啊 你怎么吃饱不吃啊 你吃饱了没有 什么之类的 那可是在 铁门 哦 还有第二道门 对 一打开 那个学生出来的时候 看到应该是国中生嘛 他说你好啊 你早啊 结果他妈妈就听到 外面有人讲话 头探出来 说赶快进来 不要跟坏人讲话 天呐 我什么时候 我踩的时候你早啊 就说我是坏人 就是 我对台北的第一个影响 防备心很重 对 就是门对门 那是关的井井 没办法当朋友 没办法 就距离 人的距离越近 反而什么 情感是疏远 为什么 为什么会跟这样 就是人跟人应该是要 彼此之间要有一个 一个很近的一个距离 就是情感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一个交流 你才是对的 对我来说 就是这是我 我对人的一个 一个 一个所知 在部落就是这样子 所以 部落里面都是兄弟姐妹 你到我家吃饭 然后你等下又到他家吃饭 有人都不煮饭 都到处家一直绕一圈的 有人的小朋友 都是别人在养的 对没错没错 就大家就是一家人这样子 那所以说就是想看能不能用音乐 来去就是去吸引 让你们就是可以 不要有那么多的一个距离 就不会煮那道枪 就是先排斥我 用音乐先跟你做朋友这样子 对所以才写了这首你好吗 好我们想要听这首歌 我远方的朋友 你现在过得好吗 在这里祝福着你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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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my friend I miss you everyday 你现在快乐吗 想你会想我吗 有一样的梦想 你我音乐来消费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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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拉尽了我的气 你我不用说再见 say goodbye 你我音乐来相会 这种感动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 好久没听到 未来孩子长大了会问我一句话 也许 爸爸你给了我些什么东西 你也会问自己要留什么给他 我会有什么东西给孩子 孩子们 我有拿什么东西给你们 所以孩子我现在就小时候 就是我到了舞台上演唱 我都把孩子带上去 其实你的专辑的第一张 第一首歌叫做 鼠竖歌 鼠竖歌也好特别 非常开心愉快 这首歌也跟部落里面有关 我们可不可以聊一下这首歌 这个是有时候回乡看到 因为有时候隔代教养 这首歌也有 这张专辑第一张专辑 尤其有一些隔代教养的问题 因为我们年轻人 结了婚以后孩子 像现在都会给爸爸妈妈带 对 那小妹那我们那个部落也 也是这样子嘛 就是爸爸妈妈在城市里面工作 然后小孩给爸爸妈妈带 也不意外 就是一样了 对对 不外乎也是一样 就是交给阿公阿妈带孩子 对 那小孩子就跟 阿公跟他的朋友邻居 他的妈弟子在聊天 他讲的话 小孩子听不懂 所以小孩子就问阿公 就说阿公 你们讲什么话 怎么都听不懂 然后阿公说我们讲阿美族的话 讲阿美族的话 你也要一起会讲 他说好啊 那阿公你可不可以教我 他说好啊 你要学什么 阿公你教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不好 好 最简单的开始 然后来我们开始组了 一二三四五 阿公的朋友觉得不耐烦 打岔了 来啦 好啦好啦好啦 对不对 对不对 就用阿美族的话 对 他又被打岔了 这个小朋友 他算到五了 他问阿公 五呢 然后呢 好我们再来一次 又算到五 朋友又打岔了 打岔就是怎么算算算 小朋友说奇怪 为什么怎么算就算到五 阿公呢 六到十呢 原来阿公我去喝醉 永远都只有算 对算到五 所以小孩子说 我怎么只有五只手指头 对 所以那首歌就是这样 这首歌OK也有翻唱 对不对 OK 对对 阿卡佩拉 阿卡佩拉 对 没错 就是听得非常开心 我们刚刚有聊到 虎神哥觉得第三张专辑 跟前面的专辑很不一样 是因为结婚生小孩了吗 我相信一定差很多 想到从第一张的时候 哇那还是一个热情洋溢 还是很 现在也热情洋溢啊 他不一样的热情 对 然后第二张完以后 他后来结婚生小孩 还生两个 两个人 对啊 就不一样 恭喜恭喜 晚婚的男人 当了爸爸 然后他后来写的歌 其实感觉出来 其实里面很多爱 然后他的这些爱 其实有些是从生活里面找到 然后他 甚至他要让自己 变得比较坚强 更强壮 因为你要扛起这个家庭 你的未来 你要看着 你还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强壮 更健康 因为你要看到你未来的小孩子 你要看到他长大 长大 嫁出去 再来就是音乐这种创作 就是音乐这个部分 先排除我的主页 我的工作 音乐这个部分 在我生命当中 有了小孩以后 真的是感情很大 就像虎心讲的 那未来孩子长大了 会问我一句话 也许 爸爸 你给了我些什么东西 你也会问自己 要留什么给他 我会有什么东西给孩子 孩子们 我拿什么东西给你们 我离开了这个人世间以后 什么东西可以奠定 你们未来的基础 你未来的人生维护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思考那种事情以后 就是从单身恋爱结婚 这三张专辑都在里面了 对 到就小孩两个孩子 那 所以我就问我自己 就是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我认为就是身教真的大不明演讲 所以孩子我现在就是小时候 就是我到了舞台上演唱 我都把孩子带上去 带在舞台上 一起演出 可以的我就带上去 如果说比较像商业的人 如果说不行的我就不带 那一般是自己接的 我就把孩子带上去 甚至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那去年的 因为我制作一张专辑 也得奖了 然后我也带了孩子就是走星光 从小就是培养他 就是看他喜欢什么 对 那不要去一直让他就是 你一定要念书 你一定要补习 我觉得 我们小时候就是一直被补习 补到就是脑袋坏掉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倒不如就是 孩子喜欢什么 只要是对的 是有帮助的 对社会上有贡献的 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所以你把孩子带上去一起演出的时候 你心里面想要跟他说什么呢 我 这一辈子当我走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孩子讲 我把我最好的都给你 哇 对 而且第三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 是献给他的 对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这个时候就好好的教 就自己教 深教 对 对 很开心今天两位来跟我们聊 杂绕的音乐 找到接下来有没有计划第四张专辑了 开始了吗 压力好大 这个是要很自然的 就是 还在持续创作 因为很刻意的 刻意的想要去一定就是说 我现在发现了一张专辑 明年我才发现一张专辑 其实对我们独立创作的一个 音乐人来讲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都必须是比较心情跟情绪 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作品 对 那没有办法用数字去堆叠 对 就算我们会 但是自己听了都会讨厌 嗯 它必须要就是跟生活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 那个旋律刚好是 对对的 同心出发的 对对对 它才会出现 对 那现在有没有作品 一定有 对 我作品还是有很多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那怎么样让 第三章的作品 然后延伸出第四章 嗯 那个情绪是要一样的 嗯 对或者是说 让第三章 就是出动第四章 让自己有更直接的刺激 更快乐的一个源头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 好 今年的金曲奖 找老友会带着女儿一起走红地毯吗 全家 带全家一起去 对对 那我们非常期待看到 杂涛可以带着全家 上去领奖 哇好希望 对 好希望 现在先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对 走星光我就觉得很开心 哈哈哈 能不能上台不知道啦 对 好我们期待在舞台上看到杂涛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五神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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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